什么是发财流李源芳 注意看 4分钟逆风开局 0-2的李源芳居然比4-1的后翼经济和等级都要高 再给他一首歌的时间 他甚至能压对面打野近一倍的经济 并不是这个源芳操作有多好 而是一位这么一件装备 学石宝石 简单抽下原理 改版后的学石宝石被动会优先生效 每3秒钟可以额外获得5点金币和经验 换算下来就是哪怕双方射手都只在塔下新兵 每一分钟都要比对面多获得100的金币和经验 这样的李源芳不仅经济比对面高 升4级也比对面更快 大大提高了李源芳的滚血球能力 我知道你很想喷 但先别着急喷 因为这个套路的核心在于 射手要在队友不能来支援的情况下保持不崩 那么为了让队友不来支援 我们就先让对手也不能支援 所以辅助会必须搭配黄刀关羽 4分钟前帮中路边路快速抢线 因为关羽出了黄刀 所以并不会分队友经济 之后不断稍有对面野区 拖慢打野节奏 4分钟之后关羽游了黄刀和几跑鞋 就可以快速帮中上两路新线带节奏 如果对面来支援 就给主人李源芳发财空间 不来支援就直接崩掉了一路 即使对面要把我方射手换掉 新赛季4分钟之前 防御塔保护机制减伤已经提高到了25% 接上原芳的手塔和治保能力都很强 对面想要一换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李源芳还出了随时宝石 退一万步就算被换掉 经济也不会特别烂化 这就是为什么0-2的李源芳 竟然比4-1的后裔经济等级都要高的原因 不必担心宝石到后面没用 中期宝石升级急饮 不仅有攻速 还有血量 冷却也机会难 非常契合既吃普攻 又吃技能打伤害的李源芳 后期再把暗影战斧换成破晓 照样可以秒天秒地秒空气 就送上完整的冥魂出装 赶紧at你的大运种游戏大致 一起上分吧